Hello 大家好 我是管牛哥 这里实施战争的魔力气 这一次挑战方式怪兽联合 怪兽军团两个非常强的怪兽 挑战我们的那一组 暗黑迪迦奥特曼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两个怪兽 首先是我们的魔格大蛇 再就是我们的战斗力标杆 一叉龙眼雷的王 这两个怪兽联合起来了 一共八千名朋友们 八千名怪兽 挑战我们六千名的 暗黑迪迦奥特曼 内组奥特曼 打怪兽即将开始 大家觉得哪一方能获胜呢 觉得挑战方怪兽方能获胜的评论区 预测打一波一 觉得我们内组方迪迦奥特曼 暗黑迪迦能继续获胜的评论区 预测打一波二 那么话不多说 直接开战 走 走 好终于开战了 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线 跟着刮牛哥的镜头来看 很明显开局的优势 前线 已经给到了我们的暗黑迪迦奥特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前面一点 这个战局中间 感觉双方实力很均衡 没有动过这个中间线 那么我们继续向前推进镜头 直接来到我们的市区 走 来看一下市区的状况 这边的 这是谁 魔格大蛇已经被打倒在地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中间线 看一下谁能突过去啊 感觉双方打的有来有回啊 谁也没有优势一样啊 这一步战斗就很精彩了 感觉迪迦又稍微有点优势啊 但是我们的怪兽一方也不熟 直接又打了回来啊 很奇怪 双方优势啊 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这一局 太精彩了啊 这里暗黑迪迦直接想突袭过来 但是 但是啊 能突袭成功吗 怎么只过来了一个人 直接 哎 这个暗黑迪迦居然还打倒了几个 一叉龙眼的王啊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边 这边已经倒了好多个迪迦啊 已经倒下了好多个迪迦都没有突过去 什么情况 到底是谁的优势更大 现在依然没有发现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场外的形势如何 朋友们 跟着刮两个镜头 哎 场外的形势好像很明朗了 哎 但是不对啊 虽然这边我们迪迦已经反包围了 但是这个怪兽军团的数量还是在那里啊 感觉还是非常多的 来我们镜头拉高啊 这边已经跑了过来啊 这边的迪迦已经跑过来 在支援了 来看一下这个小三坡 小三坡已经被迪迦给拿下了啊 朋友们 这边的数量也不多了啊 感觉的迪迦的数量好像更多一些 市区呢 市区呢 看一下市区 我在市区看的时候 感觉怪兽的力量好像还是比较大的啊 但是这一波应该是要将怪兽给包围了感觉啊 迪迦直接突了进来 应该是想直接包围怪兽军团 来远远不断的支援啊 远远不断的支援 只将想拿下市区的优势 来看一下外场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来我们看到了啊 大量的迪迦都向市区发进 说明了什么 山的那一边 已经被迪迦给攻破下来 只剩下最后神势的怪兽了啊 看来这一波强强联合 怪兽的强强联合也是顶不住暗黑迪迦的进攻呀 看来这一次我们内主方又一次获胜了啊 也就是选二的朋友们 这一次选择迪迦 暗黑迪迦能获胜的朋友们 你们要猜对了 来迪迦的们全部跑了过来啊 应该就剩下这最后几个 怎么还没结束 什么情况 哦这里还有啊 这边还有 直接狠狠拿下 朋友们最后我们的迪迦 给一个特写 然后你这一期视频猜对了吗 支持帮迪哥 不是一般帮迪哥视频 多多点赞咯 下一期视频我们再战 拜拜